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ω是等於這個 那麼他問這個等於多少 我們來看ω是哪個方乘式的一個負數根 我就把這2乘過來,把1移過去 就2ω加1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根號3i 然後兩名給他平方 就變成4ω平方加4ω加1 然後這平方這個是負3 負3移過去變加3 等於0 那這個就是4ω平方加2貴加4 把他約掉4以後 就得到ω平方加ω加1等於0 也就是說ω是什麼方乘式的負數根呢 就s平方加x加1的一個負數根 然後ω滿足這個式子 而且ω還滿足什麼式子呢 我兩邊給他乘以多少呢 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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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還是等於0 但是乘起來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ω三次方減1等於0 就ω也是等於0 等於那個x三次方等於1的一個負數根 這個x三次方等於1 他有三個根 其中一個是十數根1 另外兩個負數根的話 就其中有一個是這個 另外一個是負1-1 不過我們就知道說 ω滿足這兩個性子 第一個性子這個 第二個性子的話 是ω三次方 他也是等於1 是讓我們曉得說 你x平方加x加1等於0 他有兩個負數根嘛 這兩個負數根呢 都滿足這兩個式子 好 那這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利用這兩個性子 把這個式子找出來 怎麼找 第一個式子的話 這個整個等於我才 我把他加一個ω米加平方啦 加兩個ω米加平方 然後的話呢 減掉兩個ω米加平方 就是1加ω 加ω米加平方啦 因為加兩個的話 扣掉一個剩下一個嘛 減掉兩倍的ω米加平方 另外這個的話也一樣 1加ω米加 加ω米加平方 減掉兩個ω米加 然後另外這個的話 另外這個的話 是多少呢 我把5抽出來 把5抽出來 5抽出來以後的話呢 是ω米加平方 再加ω米加 那現在這個要減多少呢 加1啦 加1 然後現在變成 變成是 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加5 這要減3 就5倍的ω米加平方 加5倍的ω米加加5 加5 加5減3 就是 等於加2 再加1 那這樣等於多少 這個是相乘的 那這樣等於多少 因為這個是等於0嘛 這個三相加起來等於0 這三相加起來等於0 所以這是 4ω米加3是嗎 負2乘以負2是4 乘以這個 這個等於0 再乘以負3 但是 歐米加3是1 所以這就是負102 所以加1是負102 所以加1是負102